車輛緩緩開進T字路口 眼前卻突然出現驚悚這一幕 再看一次畫面 左方一輛機車急死而來 直接撞上準備左轉銀色轎車 機車騎士當場噴飛 而拍下這驚悚畫面的 就是氣賭區議員正義方 聽到撞擊一聲才注意到 正有一個男子他就 在我面前就直接翻滾下來了 那我當下我也趕快 就拉起手剎車打警示燈 下車趕快撥打119 聽到巨大撞擊 議員正義方立即下車 手拿手機通知119報案 還聯絡殯葬所人員前來擺放三角錐 避免二次事故 救護車隨後抵達現場 將傷者受益急救 汽車是由南農路往南農公墓左轉 機車是由八堵路往市區方向行駛 自小客車轉彎時為離讓執行車輛造成本次的車禍 在此呼籲駕駛人轉彎車務必離讓執行車 汽車駕駛他也有下來去關心他 對 那因為他也不知道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 狀況 對所以我覺得在其實在南農公墓下面 南農路口 他那個地方是經常發生車禍的 所以我是認為說我們金融市政府交通處這邊 我們可以再想想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改善 機車騎士經過救治 傷勢有骨折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才剛公寄完出了南農路口 就全程募集這場車禍 也讓議員正義方直呼 這個路口真的很危險 提醒駕駛要小心慢行 記者黃少民進入報導